嗨嗨 嗨嗨 在這次活動裡 我得到的收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就算我是一個客家人 但是在做這個活動以前 我對於客家的迷思文化 還有其他的文化都是很陌生的 然後我也發現了 現在年輕人很多也是都非常不了解 台灣的本土客家文化 所以我們就稍微有做一些小小的推廣這個文化 下次就有做一個關於客家迷食的桌遊 希望可以讓大家更了解各種不同的客家迷食 以及它的製作方法 我很高興可以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我們也去參訪了大賀米龍場 去那邊獲得更多關於米池的資訊 然後呢那邊的老闆也教我們很多 像是怎麼做傳統的麻薯 還有怎麼分辨各種不同的米 那我覺得呢去那邊真的讓我獲得很多很多新的知識 然後也非常的高興可以參與這次的活動 大家好我是張維琪 這次的活動讓我更加的理解你到底是從 如何從過種採收到直接成為我們的 餐桌上的女士 然後也更加的讓我理解客家的文化 讓我從一個只知道馬屬很好吃的人 變成一個能夠理解 然後能夠與客家人有共同知識的人 然後很高興能夠參與這樣 大家好我是潘州人 我在團隊中主要是負責整個問卷中 在問卷中我們發現台灣人大多對客家文化不了解 然後平常也沒有接觸客人的習慣 然後客家美食比較沒有影響 然後在這次的經驗中 我深刻了解到客家的文化 然後也學習到團隊合作的精神 然後我很高興參加這次的活動 接下來我是段綺琪 經過了這一次活動 我學會了怎麼製作網絡 然後雖然過程中很細心 而且這一方做得很解決 但是我們很開心 在這裡 按自這張來的 拜拜